如果有人问你谁在月球上 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 嫦娥 而今夜小心会打破这美好的传说 一步步为你揭开月球上三年女士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到16号就中止了 但有人在网上打脸 说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次登月是没有公开的 原来在1976年 美苏曾经联手发射阿波罗20号秘密登陆月球 这一去就不得了了 他们在月球的背面有重大发现 原来美国之前登月都只是在近距离闪月而已 过后才想到 诶我们居然还没有怀孕旅行哦 好吧今天就去 结果旅行到一般不得了啦 他们发现月球的背面有几亿年历史的外星飞船 而且还未经过人家同意 就硬是把里面的三年女士带回来进行研究 最终还发现了三年女士身上的秘密 当然刚在这里大家会怀疑他的真实性 网上也如传着阿波罗号 从月球带回来神秘三年女士的视频片段 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到底拍到了些什么 进入飞船内部 他们发现了这具保存焦号的女士 这个女士眼部上面有支架连接 是一种放在眼部的仪器 看起来像是飞船的驾驶员 可是当宇航员用手中的工具小心取走支架的时候 女士眼中流出了类似黄油的液体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士有第三只眼 长在额头上面 虽然眼睛不像人类 但体型什么的都跟人类很接近 这个女士被阿波罗运回来研究 在返回地球的途中还拍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清晰的可以看到 这个女士就放在驾驶舱内 而驾驶舱里面的布局和阿波罗的 灯月太空槽面板是一样的 因此可以推断这可能是真实存在 发现了什么秘密 科学家们发现她这个样子居然还活着 应该是说她最初被发现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死亡 处于一种介于生与死之间的假使状态 由于她和人类的生理结构不一样 因此我们无法以人类的生死来界定她 而她在带回地球的期间 皮肤还是有活性的 甚至还能感受到很轻微很轻微的呼吸 只不过她已经完全没有意识 无法唤醒 而她在到达地球的数小时之后 就真的完全的挂了 推测是受到地球环境的影响 导致她真正的死掉 她是外星人 一般上我们对一生物只有三个定义 如果不是人 那么就是鬼 不然就是神 再来就是外星人 基于她是个实体 所以鬼和神就不存在了 因此她只能做外星人 而且她还在月球上发现的 不过经研究后发现 她应该不是外星生物 因为她身上除了眼睛之外 90%的特征都与我们人类完全一致 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有变异的天眼 就说她并非人 有一位美国的UFO协会著名专家指出 虽然她人长得怪 来历也怪 但通过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句三眼女士很有可能是玛雅人 要知道玛雅文明本来就神神秘秘的 缠着很多未解之谜 而且玛雅文明和外星文明总有一些让人琢磨不透的联系 而根据那位美国UFO专家所说 古代的玛雅人或许已经制造出飞船 而三眼女士是里面的研究人员 然后她还给了她个死亡的原因 推测由于遇到恶劣的太阳风暴 导致飞船坠落在月球上面 嗯?这个解释真合理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强行把她带回来研究她才死的 事实上这个三眼女士还是存在着很多疑点 有人说是真实的秘密被发现 有人说这纯属恶作剧 也有人说是美国的阴谋论 根本不存在什么女士 全部都是假的啊 你们认为呢? 评论区留言你的看法 一起讨论吧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点赞 多多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聊